首相署部长拿督刘伟强 今天在国会正式提呈申报财产动议 一旦动议通过 所有的朝野国会议员 都必须在三个月内申报财产 如果虚报 罪程将面对最高三年监禁以及罚款 但是伊斯兰党反对这项同意 第十四届第二季第二次国会下议院会议 首个出台的动议 就是由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拿督刘伟强 所提成的议员申报财产动议 刘伟强指出 西蒙政府上台后 所有部长副部长和西蒙国会议员 都陆续向反弹会申报本身和配偶的财产 并刊登在当局的官网 如今在野党国会议员也应该加入行列 但碍于我国目前没有强制 国会议员申报财产的法令 因此提成动议是目前最好的方法 一旦动议通过 相关议员必须在10月1号之前 申报本身配偶 以及21岁以下子女的财产 Jika terdapat ahli Dewan ini yang membuat akuan yang tidak benar maka ahli tersebut adalah tertakluk kepada Seksyen 3 Akta 783 dan Seksyen 199 Kanun Keseksaan Jika sabit kesalahan ahli tersebut boleh dikenalkan hukuman di bawah Seksyen 193 Kanun Keseksaan yang membuat hukuman penjara maximum 刘伟强指出 无论如何 如果动议今天通过的话 他们就必须在即日起的 三个月内申报财产 不过 伊斯兰党反对申报财产的动议 梳理主席端伊布拉辛指出 一来 有关动议并没有法律基础 二来 所有议员每年都向 内陆税收局报税 因此无需多次一举 这项动议目前处于辩论的阶段 一旦26名朝野议员完成辩论 今天内便会进行表决 NTV7 洪美玲采访报道 brushing 帖务